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金秀贤深夜更新回应 再次谈起德国神情吻戏 很难忘 刚是晒出情侣互拍照片甜度超标 这还不是官宣吗 任何人也想不到金志愿和金秀贤主演的爱情韩剧《眼泪女王》 火爆了2024上半年 白红夫妇也成为今年至今最受韩剧观众喜爱的CP 除了观众默默许愿金志愿和金秀贤 在戏外也能够开花结果出美好恋情 让《眼泪女王》售后永远延续外 我们不止一次地提到在韩演艺圈站在最顶端的金秀贤 他疯狂带着观众们CP刻不停 真得很难让人相信和平静 让很多在《眼泪女王》完结后 本以为会像此前韩剧的热播剧CP们一样 在一生生般配《请结婚》的胡声中 主演们基本无互动 更甚者直接否认 慢慢地消失在大众视野 即使是玄冰和孙艺珍 亦或是宋仲基和宋慧桥 都是在持续否认中 慢慢向大众透露坚定结缘的信念 最终才走到了一起 而这一次想要慢慢走出白红CP的深坑 完成剧的阶段反映了粉丝们 一次次被狠狠捶到坑底 彻彻底底堂平 参加了金秀贤这次声势好大的游戏 相信不管是什么时候入坑白红CP的 被郑主领科的感觉一定是难忘的体验 从剧博弊到现在 金志愿从新加坡回韩国时 被片方工作人员证实 他在拍摄视频中 刻意在剧中龙头的家门口 露出两张欢迎和笔耶的照片 全部都在德国 不过咱就说 秀曼能不能不要这么上头 所有人都知道 金志愿当天活动结束回韩国 常驻德国的他截图 也要晒两张韩国家的照片 当然也会有人提到 可能他就是在清空库存 要把照片全发完 从泡泡的42连发开始 就有人这样讲 但是你能看到他前几天 连当兵前的内容都分享给了网友 这库存得有多少难清 泡泡上疯狂发颠 INS上常驻德国 借这次打龙头里的那次之后 INS上粉丝都麻木了 这张是德国 那张是德国 最后还在德国 就像金秀贤在采访中说的那样 他真的超爱 而这也让他都走不出来 我们也走不出来 在5月23日晚间 金秀贤IMS更新了两张备影照 即时追溯到钟表内容公开时 虽然人还是在德国 他早已经不是白贤有 而是金秀贤了 23日跑出来的备影照 在发布之后 瞬间掀起了福尔摩斯秀兵们的身巴 他们先是和此前一样 判断具体出现的地点位置 发现这一次他所在的十字路口 是柏林动物园出来对面 威廉安皇帝教堂楼下 于此前的几个地标性建筑的距离相当近 关于这一地段的含量 相信不需要多提 毕竟他们被拍到了同游动物园 并且不曾否认 甚至还自己放图示锤 不过在很多网友评论中能够看到 有人提到自己上周刚去的柏林动物园 因为夏天到了 很多东西无法做到清洗 里面真的很臭 一进大门都要云厥过去了 而当时双金被拍的时间段比现在还要炎热 而让金秀贤念念不忘的理由 相信每个人都有答案 秀兵们甚至开始在地图上标点 将金秀贤拍摄的地点连在一起 认为可能在最终德国的照片里 可以形成一个故事闭环 当然这件事未经证实 我们只能抱有期待 但其实自打金秀贤火车站和教堂中 表下的背影图被他曝光后 就一直有两个问题让秀兵们不得不去思考 第一就是对比金秀贤 4000INS发布的照片 就能很轻松的发现变化真的太大了 23日发布的路口背影 完全就是女友视角的经典构图 要知道金秀贤以前的INS很少有背影照 有些的几个我们拿出来对比 基本对焦的是中间画线 是背部 《眼泪女王》播出后的背影照 对焦头颈部的 福尔摩斯秀兵们甚至用几何构图 做出16比3拍180身高的对比 这不说谁拍的懂得都懂 并且对比金志愿的拍照特征 除了摄影师拍摄的部分 他更新的自拍内容 我们能够看到往往色调是更加偏暖色调的 而这一点也与他用手机相关 这一点被用同款手机的粉丝证实 而金志愿最让粉丝熟悉的 是他的三分构图法 构图习惯是打开网格线 愿望一般 部级中把拍摄主体置于九宫格的四个焦点中的 其中之一或几个点上 我们来看金秀贤近期的照片 很多都开始属于这类型的内容 并且他在拍全身照时 脚对其最下端会拍出超级大长腿 这一次虽然没有下半身 有秀兵甚至用矮作图补起了 而关于第二点 则是近期金秀贤更新的照片内容里 基本没有正面的照片全是背影 不管是钟表下被网友猜是否被金志愿拉着手 还是火车站和街口露出的背影 都让人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假如这些女友视角真的是女友拍的 那他一直上传背影的原因 是不是怕被看到的观众放大看他的瞳孔找人 因为有太多恋情是被粉丝用放大镜 从瞳孔里看到拍摄者是谁而爆出来的 加上我们在此前对于婚纱照的描述里提到 不喜欢别的花豹是婚纱主题 有多少人是因为拍花豹排出事的 在他自己的节奏里 很多东西是不能提前和大家分享的 就像是他拍泡泡中提到的那样 现在仍然应该是保密的 即使这张照片公开后 除了对拍摄人的猜想外 相信也有不少回忆涌上心头 在这个夜晚的路口 金秀贤穿着的正式白天拍摄的衣服 而在白天的戏份里 白贤又胳膊搭在红海人肩头 双手紧紧扣住 深情地稳在了一起 在正天中虽然一闪而过 但在当时联播两集特辑后 官方也陆续上传了许多未公开片段 其中就包含了金秀贤与金志愿在德国的互动 瞬间让网友再度陷入两人的粉红泡泡中 在当时演泪女王中 饰演白红夫妇的金秀贤与金志愿 因为实在太有CP感 不仅在戏内完美展现默契 戏外彼此贴心地照顾 更是让圈外人大喊请原地结婚 戏剧圆满落幕后 大家似乎都不想从戏剧中回归现实 并且认为在剧中 白红夫妇的吻戏含量少得可怜 甚至在第一集 白贤又和红海人在结婚时 闪现热恋时期亲昵时的跑马灯让人看够后 就连结局都没能上演高田场面 当时在剧播闭后 官方也发出多个特别片段反馈观众 而其中他们公开的德国蜜月 为公开吻戏合集 比起剧中每一幕不到一秒的画面 这一次可是将每一次的接吻片段 放满回正常速度 可以清楚看到两人神情的表达 对彼此爱意的甜蜜不断 一直粘腻腻接吻 更是让大家看得超兴奋 之汉看完结局后再看到这影片也有种更加圆满的感觉 两人曾经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没有成为遗憾 而是成功重拾当时的悸动 画下幸福据点 网友看完这个未公开影片后 不但再次感叹吉秀贤与金志愿的化学反应 还大力赞美两人接吻画面 实在太美 纷纷质问为什么当初不将这些片段放进正片中 这么棒的片段 为什么不播出来 如果把这些都放出来的话 收视率应该会达到30% 都到德国辛苦拍摄了 却用跑马灯呈现 真的好可惜 我决定要买蓝光了 这一段最好给我剪在里面 金秀贤和金志愿一定是我一生最爱的CP 但当这次金秀贤永不是白贤佑的身份发出这样的照片 可能再次印证了我们的猜想 不仅只是早上亲吻 晚上旅行 或许从始至终 哪些花絮礼 哪些神情接吻的 一直都不是鸿海人和白贤佑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